童年代表行政院 財務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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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代表行政院 恭喜桃園市 也要賀喜我們大園的鄉親 大家期盼了 十年之久的天空斷潮 今天正式開工動土 一開始我還不知道天空斷橋的意義是什麼 那鄭文燦市長一五一十的跟我說明 他說大園這個地方 它是西町工業區碧晶的樞紐 同時也是進入桃園機場的交通要道 未來我們的航空城完成之後 這個的交通一定會更加的困難 因為如果這個完成之後 我們航空城就是桃園機場的交通綱名就可以完成 就可以讓我們的國道二號順利的連接到台十五線 那這樣的話變成三橫三重就可能 那這樣的話不僅僅解決大園市本身的交通問題 變西町工業區要進到市區來 就不必要走這個市一百一十塞在這個地方 我再跟各位報告 鄭文燦跟行政院要龍 其實還不是這個三橫三重的串連而已 他又要了一個小時的軌道生活圈 軌道建設 他希望北北桃 台北市新北市跟桃園 能夠用軌道一個小時之內能夠串連成功 那行政院在這邊再次跟大家重申 第一個呢 我們的捷運中線 交通部已經通過可行性評估報告 那行政院也已經合併 跟大家報告這個好消息 那第二個呢 捷運的綠線 2024年的時候呢 會分階段來完工 就可以啟用 比較特別的是會延長 綠線會延長到中立這邊來 跟我們的桃基 這個機械機場捷運 還有我們台鐵三軌共構在中立 A24這個廠站這個地方 換句話說呢 如果未來我們東線 會從飛山到新北市的中和 新店還有蘆洲甚至接萬大線 桃園綠線啊 如果跟鐵路地下化 還有跟這個機場捷運 變成是一個口字型 光這個覆蓋的人口數大概有160萬人 是我們桃園市的七成五的人口 都會在這個口字型的服務範圍之內 我就祝福我們後續的軌道建設 或者是公路建設 都能夠順順利利平平安安 我們桃園一日比一日發展 這樣好不好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